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当初的中间人国票前董事长林华德被判刑两年 买方远东集团负责人徐旭东 法务长黄茂德 财务长李冠军等人都获判无罪 构成这个刑法的背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那至于徐旭东 黄茂德跟李冠军这三位远东百货公司他们这边的人员的部分 那因为查没有证据认为说他们跟这三位被告有共同的犯益 因为牵扯出复杂的李冠风波让这件原本属于商场经营权争议的案件 不但增添政治色彩也引起外界瞩目 但一审判决结果也让搜购原始拥有者太平洋建设张家父子相当不服 这样的判决结果等于间接宣告远东集团入主搜购具有合法性 不过由于泰社张家决议上诉加上股权争夺过程染上政治色彩 也让搜购的股权争夺战进入延场赛 新生李杰林 陈昌伟 台北报道 搜购百货的经营权争夺战本来是太平洋张家跟远东集团徐旭东之间的纠纷 但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徐旭东进了沉水扁的官邸建吴淑珍 后来吴淑珍又被发现使用大量的搜购理券 结果引发外界很多联想 而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的几位关键人物 究竟在事件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继续来看以下的报道 人潮聚集的搜购百货成为司法案件主角 要回溯七年前 蔡社集团发生财务危机 总裁张明强委托李恒龙规划财务 当时远东集团徐旭东 韩社董事长蔡晨阳都表达入主意愿 张家认为李恒龙私下跟徐旭东勾结 正经营权增进了总统府 有这么一点事情 我自己后悔透了 我应该不应该去 徐旭东后悔不已的就是2002年在官邸 跟前总统夫人吴淑珍的一场会面 事后还衍生一连串传言 包含汇款上千万美元给吴淑珍 以及致赠吴淑珍搜购礼券 为此总统府多次发表声明 陈前总统还透过电视谈话 向人民报告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直接拿过他们死的人所送的 搜购礼券 没有去改进 经营权之争 就连出访友邦 陈前总统也在解释搜购礼券案 是黄芳燕医师 拿过李恒荣 姐姐也是她的患者的 李建 后来转送 包括我女儿 马亿李 李券案不但在政坛引发风暴 检方也在2006年4月分案调查 先后约谈当事人 还进入台大医院密训吴淑珍 并在10月份珍节起诉徐旭东等人 至于吴淑珍 检方认为所得金额不高 且不具公务员身份因此签结 官司焦点只集中在SOGO的经营权之争 如今一审宣判 政商到底有没有勾结 还是留给外界一堆疑问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至于在洗钱案的侦办进度方面 特征组今天一口气 约谈了14名疑似人头账户的证人 其中也包括了上一次疑似服药过量的 吴淑珍大嫂陈俊英 检方并且发现 前第一家庭除了在新加坡跟瑞士 有海外账户之外 吴淑珍在英国的泽西岛 也有海外账户 而检察总长陈冲明今天证实 他已经掌握到相关情资 目前正在深入追查 由于18号征讯昏倒就议 特征组29号再度约谈吴淑珍大嫂陈俊英 由于腰伤还没好 陈俊英征讯完后马上搭车离开 而特征组查前第一家庭洗钱一案 29号传唤了14位证人 包括曾经提供450万元发票 给吴淑珍的好友蔡美丽 以及蔡家兄弟蔡明杰和蔡明俊等人 今天是来报道吗 是跟洗钱案有关吗 我们在查是 这些人是不是 那个陈家的人头 他们的账户有没有提供给陈家使用 其中证人只来了9位 关键的蔡美丽和蔡明俊 并没有道案说明 而前到这一次的约谈动作 主要就是锁定相关证人是否提供人头户 以及账户里面的资金流向 由于陈水扁家族的海外账户一一曝光 包括陈志中黄瑞靖在瑞士和开曼群岛的账户 吴景茂的新加坡账户 以及吴淑珍以黄瑞靖名义 在英属泽西岛的控股公司 检查总长陈冲明证时 已经握有相关请资 我们检察官有拿到这一部分的资料 所以现在已经不止一份 还有黄瑞靖总共有两份了 详细清洗要为检察官才清楚 至于前调查局长叶胜茂 涉嫌隐匿贬家疑似海外洗钱情资 甚至蒙骗两院检察总长 直冲明除了表示遗憾 也强调未来在体制上会进行检讨 以防止类似情况再发生 借里小朋友组台北报道 这场洗钱风波牵涉的范围是越来越广 前调查局长叶胜茂 也因为涉嫌隐匿相关公文 被检察官求刑两年半 而除了形式